近日,浙江省首辆智能公交汽车在渠州上路测试,该智能公交外形酷似国宝熊猫,被亲切地称为熊猫智能公交。 这辆公交车的最大亮点是车上搭载了自动驾驶技术、车载机器人、手卖生物识别技术、人车语音交互等多项先进的技术。 智能公交在渠州上路测试当天,引来众多市民参观体验。 不少市民称,智能公交不仅造型可爱,车内更是充满了智能,难以想象的便利、智慧。 智能公交车使用了手卖生物识别技术,刷手购票,刷手车上购物。 首次使用用户需要录入手卖信息,并将手卖信息与个人的支付宝进行绑定。 从注册到完成,两分钟之内就可以搞定。 另外,车上装有自动驾驶技术,通过车身的视频、雷达、红外线等探头以及智能系统, 可以实现自动减速、安全避让或靠边停车等。 除了自己规划路线以外,它还可以帮助司机实现主动的避让, 然后主动的停车靠站,然后还有主动的减速这样的一些功能。 然后另外它还会有一个刷手上车的这样的一个功能, 它结合了我们的手卖技术,它是通过手的底下的毛细血管纹路结构的特征 作为你的这个特征值,然后形成你的个人的终身ID和你的支付商户进行绑定。 这样你就可以实现刷手上车购票,然后刷手上车购物这样的一个功能。 目前,智能公交车仍处于安全测试阶段, 未来渠州将申请办理自动驾驶汽车临时拍照, 试运行智能公交车的双向双车对开, 打造全省首条智能公交试运行线路, 推动智能公交市场化运营。 我想,许多未来的老百姓应该会体验更加智能, 更加便利,更加方便的这样一个获得体验吧, 应该都能共享到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果。